很多人身在烦恼当中 他解脱不出来 他找不到解脱的方法 实际上烦恼都是你们自己找来的 师父跟你们讲一句话 你们就知道了 欲望是让你们产生烦恼的根源 没有欲望就没有烦恼 人的烦恼就是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 你的内心不甘心 所以你才会因为得不到而产生烦恼 师父没有讲错吧 得不到你内心想要的烦恼出来了 这其实就是你心中的欲望在作祟 放下欲望就等于放下烦恼 听懂了吗 很多人让自己活在烦恼当中 失眠 睡不着觉 想不通啊 这些不都是他们没有放下心中的欲望造成的吗 人没有欲望就没有烦恼 所以师父讲 人的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 你不贪不就没有烦恼了吗 就是因为你在贪某个事物的时候 你没有贪到 你没有得到 所以你烦恼了 这就是内心欲望的趋势 你没有得到 心有不甘 最后烦恼出来了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在烦恼的时候 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烦恼呢 我这么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在心里多问问自己 最后一定能找到答案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才能解决掉让你烦恼的根本原因 所以人越是烦恼的时候 越要学会安静 你静下来 听听内心的声音 我为什么这么烦恼呢 我为什么这么想不通呢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一种自我反思 我为什么这么烦恼 我为了那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 人静下来的时候去思考 很容易让自己想通 如果你们今天还活在烦恼中 你就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你要得到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 你这么烦恼到底值不值 你在心里抽丝剥茧找到根本原因 你的烦恼不就解决了吗 人在无名的时候 别人两句话都可能让他烦恼好几天 因为他想不通啊 他没有明白别人为什么这么讲他 师父今天告诉你们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左右你们的心情 唯一能左右你心情的人是你们自己 有的人一辈子活在烦恼中 其根本原因就是他经常想不通 你们知道人的心脏为什么有左心房 右心房 因为每个人在人间都要经历很多事情 心脏有两个心房 它就是帮助你们的心脏分担压力 右边压力大 左边心房帮你分担一部分 左边压力大 右边心房帮你分担一部分 这样你们的心脏就不会出问题 听懂了吗 但是人的心脏一旦出问题 就是他的心脏已经是超负荷的承受 当他承受不住太大的压力和外境的一些突发的事情 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就会出问题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经常调节自己的心 心情好了 身体才会好 心情不好 人的身体就容易出毛病 所以健康的身体 实际上是佛法改变了我们处世的心态 我们用一个修行人的心态看待世间的一切 你们会放下以前你们不曾舍得放下的东西 包括你们的欲望 你们的贪念 你们的执着 学佛后 你们的心态完全改变了 你的人生也就改变了 这就是菩萨教我们的 学佛人用智慧解脱烦恼 修行人把烦恼转为菩提 人间处处是道场 烦恼意为我修心